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台很热 今天 会让请客 会让掏钱 请我们吃卷饼 有一人点一个菜 不许心疼钱啊 我说出来您别心疼钱啊 卷饼 对吧 那咱们给咱俩好菜 一人点一个啊 我点这个要超出您想象范围的 您倒是改主意不掏钱了这都不行 对吧 看一看 没问题 说 我说这钱有的事 说得出来不心疼钱 我卷饼啊 卷饼的菜 我点一个啊 醋溜土豆丝 怎么样 欣然介绍你 哦 醋溜土豆丝 双门点了一个 精酱肉丝 就是卷饼的菜嘛 哦 嗯 小岳点了一个 小岳好像点的是一个探鸡蛋 小岳是探鸡蛋 队长表示 这几个菜像话吧 你卷饼 你虽然你冲过去了 卷饼 你这几个菜放在这儿 看着就素得很啊 你 我掏一回钱 你们就不让我花钱吗 我再加一个 炒盒菜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吃点好茶叶 吃点好茶叶 好茶叶 大伙儿哈 酱饼的事 斩酱 喝葱丝 其实我们意念里都是靠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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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解恨的样子 抱着队长 抱着去了一年的对我们的官吏 痛哩 对大也不容易 好奇养个鸟啊 喜欢扁脑嘞 自个人倒似的都跟鸟似的 哈哈哈哈哈哈 是 打趴着身子 趴 多趴 那么错 队长把脸打得上就是肘子 哈哈哈哈哈哈 吵一趴 等等等等 他往沙方一坐 坐完他站起来 你且坐下去了 那是一坑 哈哈哈哈 就很胖 就最近减肥了 真的 缩胃 最近减肥了 也知道胖对身体不好 膝盖的承重太大了 今天我们不是上青岛旅游去了 到海边去 最长下水啊 我去 我去 写个一书包啊 对包 二队对包 写个二队 二队对包 下水啊 不下 爬水 这孙子爬水 哈哈哈 小小上幼儿园 幼儿园园子里面 大伙也去游泳 小学组织大伙游泳去 他永远是小朋友那个蘑菇池 抱着那个蘑菇池 哈哈哈 啊 水一磨到膝盖 他就算疯了 哈哈哈 不行他怕水怕得厉害 这脚不沾地儿的事干不了 哈哈哈 你知道吗 他圆的 他不像咱们 他摔倒 咱重心也能找到 他圆的 他找不着重心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啊 他圆的 他一摔倒 他自己小脑 瞬间分析不出来 自己哪一头朝上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么危险 哈哈哈 最近 幼儿园园也朝他的方向发展 脸都快长 孙岳腰了 哈哈哈 他越来越大 哈哈哈 后来我们就研究 孙岳腾这脸怎么会这么大 哈哈哈 后来他外上说 你不知道 我舅舅好奇吹气球 吹吹吹吹吹吹 吹吹吹吹 吹了一半儿 他没气 吹气球那气就回来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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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就大 哈哈哈 我父亲拿着胆处 二杯 跑 我说 炎云达大师兄 那是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 你后台有他啊 你这一堆人动不着饿不着 该开空桥了 该关空桥了 该吃饭了 这饭不行没汤啊 是不是这个筷子啊 他就是熟啊 有他在 什么东西都你想得知真 做饭还好吃 真的 谁架子炎云的阿女 不胖是不可能的 熬鱼 我跟他约的嘛 周二跟他们家熬鱼去 吃他熬的鱼 熬鱼 炖肉 他还炖肉 自己做牛排 自己做牛排 不得用那花椒吗 是胡椒 黑胡椒 是花椒 我不太懂 咱们就是买了一个 那料包里面带的 黑酒酱 就就 咱们爱吃什么嘛 你得也这么个什么 人家不是 人家买了原料 割锅 锅做热 不放油 干锅 扒了这个 胡椒 或者花椒 把水分 烹出去了 单独盛出来 搁到一个倒蒜的罐里面 倒碎 倒成磨 拿那个撒的自己做 在牛排上 佐料人家都自己做 这个手法怎么样 不配合人家行吗 配合人家吧 他说有 谢先生 谢老师 那是老先生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老 你看这 谢老师 今天实话实说 过了这春节啊 六十六了 真的 您看着像六十六了 一点 他说太年轻了 咱吹奴了 五十八九 没问题吧 往上一站 您听 这是二队的奇人 二队有这长生不老的 哎 还要怎么捡都不瘦的 稍微好气投行吧 好气投行 他跟那个小四的 而上台之前 他打着发蜡 搓下来 那一看他搓下来的吧 这刚搓下来 这刚搓下来 我评论 那跟那一样的 好气好气 比如还有个辆自行车 这自行车啊 没有炸 哎您乐不 这没炸是故意花钱买的 买的时候就没炸 这车就设计就没炸 为什么 对吗 这车是不登啊 他不走 你搅停车就行 就为了断电 就是咱们鞋门吧 还买这样自行车的 就打这儿创造通线子 那类似 不登的不走 要是清兵的 要赶上坡就得下来 突厌什么点事 不登不走啊 当然他也不往下滑啊 因为你不登他不走嘛 这这奇人 二队挺棒 我们二队有外号 和谐二队 大口容恰恰高个星星 是吧 人家老大队长开玩笑 就是好奇到哪儿都得 提龙箭头 现在后台还买人家 我不走嘛 他叫那叫什么蓝电壳 还得给人家洗澡 真的 我这我这咱北方人 东北人 东北人 对这个差劲 对着 人家北京老北京人 对这研究的好 怎么给洗澡 他得单找个笼子 放着去 拿水盆 做点水 这水盆他得对点开水 他得点温暖 要让那鸟们凉着 鸟们感冒 我这都同一回听说 鸟们感冒 那我就得问了 他感冒吃白家黑行吗 把这个做的水盆 这鸟啊 没得一半 没得肚子上 让他自己铺了 他说铺了鞋 洗 洗完鸟没了 他把这鸟倒回笼子里去 多得精力多 吃卷饼不带黄瓜条吗 头一根黄瓜条自己不吃 很尊敬地拿起来 拿到鸟根做笼子里头 让这鸟吃 去活 去活 我仔细人家活在那 嘿 我都陷伯 爸都没对我这样 我嘿 我对这鸟这么精心 嘿 去活 哎 黄巧的时候 对黄巧吃白菜一样 这叶边呢 有一点黄都不行 都得那个翠绿翠绿的 嫩白菜叶 拿过来给那鸟吃了 他看那鸟吃 他痛得 哎 哎大怀里掏出半辣窝头里 这是他吃粗粮味减肥的啊 不是吃不起黄瓜啊 他吃这个减肥 卡卡卡 来九十三个窝头 粗粮都不占地了 大概大概啊 咱们就胖着做这个 胖着不好拉肚 这是我跟大夫咨询过 我们俩从时吃东西 那都住院了 我什么事都没有 那怎么回事呢 他说这这不是好事啊 这肠子 是衣服管 你不是胖吗 肠油太厚 那个病毒啊 病菌啊 还没等感染到肠壁上呢 就走了 所以你没事 那个呢 太瘦人了 没有肠油 所以你看瘦人就好奇大度 吃点什么不行了 就上厕所了 蹲在那儿啊 就听那马桶 咕咚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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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老冲啊 不冲就毒了 嘿嘿嘿嘿 你就老得限度 胖着就你没事挂挂着肠油 我们队长没事拿着窝头挂肠油 啊 当然你老这么吃也腻 粗粮这东西下去 这这啥嗓子呀 这难受 怎么办呢 炒窝头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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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葱里边一抢锅 切点大头菜 葱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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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葱葱葱 葱葱葱 葱葱葱葱 选心菜 上个里边 翻个勺 探了个鸡蛋 翻个勺 切了点香肠 再搁点火腿 翻个勺 在窝头切丁 啊 切丁啊 切丁 搁的味道 再用翻勺 就炒好了 盛出来 盛到一个盘子里边 讲究人家 吃的时候拿筷子把窝头都挑出去 吃窝头嘛 就给借窝头的味儿 我也吃这窝头 是吧 他是东西快的 你记住了 你要想胖 你就吃东西快 真的 你问为什么人胖 胖人都吃东西快 其实已经吃饱了 但是呢 大脑还没怎么接受这吃饱的信号呢 四个丸子又拽进去了 等大脑明白了 已经撑了 哎呦 哎呦 哎呦ART 大脑只能不能再吃了 再吃你就疯了 对吧 就才听说,我们队长的胃,就他的胃,一块肉的胆,谁都不再挨着这个。 当然,胖人也有一个好处,心宽,不用那么句话,心宽折,抵抗。 我们队长不是心一般犯,我们谁拿着开个玩笑,就往现在去。 请客,他拿钱,不往现在去。请完客发现,钱包丢了,不往现在去。 真的,我家洗手,钱包哪里了,丢了,不往现在去。 但是你觉得那开意就玩笑了。你说,对啊,我刚才不小心,我那大火鸡肉,那鸟毛也聊着了。 想疯了啊,这东西都给你拼掉,知道吗? 听说,我这人外行,那天我捡一路,我上南城救货去。 我也不懂,我看这人卖个钩子,我重逢了。 这四个钩子,这四个钩子啊,还是叫人家扒大锤啊,带着几个面子。 我看这成好,我这多少钱。 他说这一张,您看,这张,这张上面有锁字,姓锁的锁。 这是一个管,这是小锁做的钩子。 我今天的朋友托我了,买了,快关门了,您要要。 那么,八百块钱一本给您打走。 我这瞎买了,大云总是,我不懂。 那天,他说这月底啊,花钱还剩八百。 说这合适,我去给他,我买这盒头吧,我不懂。 这个可是也不懂。 他说这挺好,我看这挺精致的。 我说买了吧,买了。 买了,买了其实就后悔了。 我坏了,我准是上当了。 因为我也不懂什么事,一说八百了,我就赶着八百了。 那说一万,一万多好啊。 转过,转过两天呐,北展演出。 以前余老师啊,也好奇这个。 对咱更好奇这个。 我就拿着,我说我横着上当了,花八五千买俩钩子那天。 也没人劝我,我,疯了我就,就是可能听你说说多了。 你瞧这这值不值八百了。 我说,余老师拿着看来,你会瞅瞅。 兄弟,实话实说啊。 首先说这做着,现在还活着呢。 说这个是他新做的,也有可能。 但您这个的确是做过旧的。 但做过旧的不是就不好,这东西用长了字可爱言,就掉下去了。 但是工艺上什么的,还都行。 你多少钱买? 大众多钱一对。 还行,不算上大,留着玩儿了。 哎,大众,就两个人给瞧这个。 谁的? 我说你要抢吗? 我呢,大众多钱一对买了,您看值不值啊。 看着。 翻过来。 你多把四十铁丝当家围空,人都起出名来。 说这叫空心大花弯,这得行得到什么程度。 一根鸟笼子拿到人手里,这条是哪天津出的? 还是唐山出的? 这圈是哪儿做的? 这底板是哪儿出的? 这得行得到什么程度。 我那给你拿着一看。 多少钱? 八个的钱,买点吧,一对吧。 您还要吗? 一千块钱给我。 我说呢,您要这么说,我要。 对吧? 您要这么说,我还转腰。 您要说,你看,这个呢? 你, 你要五十块钱买了啊,你就留着玩儿子八百, 你确实买多了。 我说,那我不要,我说不定。 您要说一千块钱,我要。 那我要。 那我留着玩儿子, 打那儿起,垫着我那段钩子。 日思夜想哪。 哎呀。 哎呀。 天啊。 这么说吧。 哦,摩害了的心都别。 哈哈哈哈哈哈。 这手不能给你摊。 别跟他聊鱼。 别跟他聊鸟。 别跟他聊笼子。 别跟他聊手串。 橄榄子。 河头。 别聊这个。 扇子。 别聊这个。 就这把扇子。 咱们拿这个,就是台上,就是平常用的这个。 一个大包扇,这个图蒜什么的。 哎,这,这不值钱。 我们后台,我们手里扇子最不值钱,就我这个。 因为我这个是谢老师送过的。 是吗? 这个。 我问我,我说,你看我老想买一个白扇片,但是是这个绸子的。 因为什么,台上用了,不坏。 你如果纸子才两天就坏了。 谢老师也好这个。 我说,得了没送过一把,也没钱。 你老朋友,你再给我带一把。 谢老师送给我一把。 我说,多少钱,给你钱。 谢老师,我说,实在的。 还给什么钱呢? 不到两千块钱的东西。 就这把,不到两千块钱。 我说,给的钱我不疯了吗? 我就失手了。 我说,那得了,不给钱,不给钱。 我听说一下,他们手里的扇子都得。 就夏天手里扇子玩的最便宜的二百元以上。 他玩这个,懂啊,东竹的。 什么竹的。 就是啊,上面还雕不雕花。 你这扇子交给他手里一看, 是南城买的,十里盒买的,十里盒谁家买的。 谁家买的,哪批的货,哪年的竹子。 这都能给你说出来。 你看,你那说什么相声呢? 十里盒开一摊都完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 好。 这个,这个别跟人家装动。 对吧。 人家真是好。 咱们跟人家,人家,就是,起哄过了。 嗯,知道就是,不知道就是我。 你不懂装动,倒霉。 今天我说这故事就是不懂装动。 嗯。 啊,说这话也是,老十年间,在咱们老北京。 我说那个人,是蛮,叫什么? 蛮不懂。 嗯。 你去听这名吧。 家里得多快啊。 我说,你听这蛮不懂,家里得快去。 对呀。 家里但凡要穷,他得懂点事啊。 哈哈哈哈。 他只有他什么都不懂,他家里一定有钱惯着他呀。 咱们跟孙岳似的。 嗯,就是大胖子。 但个儿没有孙岳高。 你孙岳也矮不了多少。 你孙岳能矮一头半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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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说孙岳一样胖啊。 就蛮不懂。 这边都叫蛮的耶。 但是,他是蛮不懂的。 可是他懂得这个钱这个东西啊,它是越多越好。 可是,怎么能不能赚钱呢? 光听说这个做买卖啊,能够赚钱。 但是自己又是往哪儿不懂呢? 那怎么办呢? 朋友说,那你就找人搭个伙吧。 那找谁搭伙呀? 那你给介绍一个吧。 大伙给介绍。 介绍来介绍去,有个介绍一个。 这位先生姓贾,叫贾行家。 大高个儿挺瘦。 跟他站一块儿的摄像。 咱俩聊得还挺投缘。 蛮弄的,这贾行见他聊。 这什么样能赚钱呢? 天天没事儿出去喝个酒。 对天的闲着,没事儿走大街,六小巷。 走着这个,前面大街,往朱尔坑这边走。 走着一个胡同里头。 看这儿有一个药铺。 三家文明的药铺。 这贴条写着。 此铺出岛,家具拍卖。 假行家,他假行家吗? 过来还念着。 哎呀,此铺出岛,家具怕卖。 怕卖就别卖了。 这什么买卖? 这什么买卖? 我把头一瞧。 药铺。 药铺。 三家文明。 贾行家, 贾先生, 这个药铺这买卖, 您是明白吗? 贾行家, 嗨,大家怎么了? 药铺咱这行家呀, 咱这老行家呀。 我们都说真的。 哎,那样的话, 那咱们进去瞧瞧去。 走啊。 俩这说话咱们进来。 咱们一看, 进来人了,挺客气。 说, 抓药啊。 好, 我们随便瞧瞧。 贾行家吗? 哎呀, 你这个, 买卖打算出岛吗? 然后就是, 我们打算出岛。 打算倒多少钱呢? 好, 我们打算倒一点, 千块钱。 贾行家一看。 您也太贵了。 两间, 三间门面, 您就倒两千块钱。 您就留了, 太贵了。 现在您别瞧明白, 我这门面房啊, 是三间。 可是我后子还有一个小院。 后子有三间房, 还有两间堆房, 就是仓库。 再说您看我这群里, 你收获了没有? 你家这一块, 两千块钱。 刚说的是, 满不得高兴的, 就把钱掏出来。 他怎么那么高兴呢? 他想, 这后边还有三间房, 带一个小院。 我们家住那两间破房, 也不怎么样了。 倒过这买卖了, 我们就搬这住来了。 后座住前面一坐, 这买卖。 贾行家也没什么人, 一干那小买卖。 那挺好嘛。 把当时把钱就掏出来了。 这样, 这是五百, 这就算那个, 订钱。 剩下的钱呢, 三天之内呢, 我就给您凑齐。 但是, 三天以后呢, 我们就搬过来了。 您收获, 您就得给我们一个藤房。 我说, 那这藤房没关系。 我们有厉害, 您还别说三天以后您来, 您就今天来, 我们都能给您藤房。 我外部有个地儿住。 我就是, 有点小事情啊, 得麻烦麻烦您。 什么事情呢? 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呀, 就说送到我这儿来学徒去。 昨天呢, 才来。 可是你看, 我这买卖呢, 就要倒出去了。 你说我买卖倒出去了, 我被他安置在哪儿呢? 是吧? 可是您接着干这个买卖呢, 您也应当用个小徒弟。 您看看, 能用不能用啊? 能留下不能留下。 这行列生, 小徒弟。 那我们得瞧瞧, 是吧? 我们得瞧瞧这孩子, 老实不老实。 老实? 哎呀, 不是这孩子吗? 来来来, 过来过来过来, 叫先生瞧瞧。 孩子跑了我这一站。 找好那瞧。 他叫什么名字呀? 他叫窝囊废。 他叫窝囊废。 找你一声。 窝囊废。 啊, 冲这个名字就得留下呀。 啊, 留下了, 留下了啊, 每个月还可以两个线留花。 啊, 留下了, 这回小徒, 冬家难不懂。 掌柜家, 假行家, 学徒的是窝囊废。 撒人凑齐了。 啊, 择棋开张, 跳了好日子开张, 还放了一挂鞭, 撇塌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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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几点钟开张, 夜里四点。 哈哈哈哈哈哈。 一放鞭子, 借过人家都吵醒了。 开门之后, 撒个人, 趴着去柜台上, 等来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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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半天哪, 不来人了。 买不懂, 撑不住气了。 咱们这买卖, 两千块钱, 能行吗? 怎么不来人呢? 家哈, 买卖, 您怎么来? 买卖, 咱们是老行家。 我跟您说, 咱们下门啊, 下早了, 一会儿啊, 就来人了。 正说着话, 还真来那一位, 这位进来呢, 拿出队子。 咱们来, 欣赏之喜, 给您道歉。 您看, 不认识啊, 人家给送罪子。 马上都赶紧接了, 呦, 谢谢您, 您在东边, 在西边啊, 您的保号是什么字号啊? 这位, 我没有买卖, 我过来没有买卖呢, 我见天了, 还得麻烦麻烦您。 怎么回事呢? 我是个皮匠, 是个缝鞋的皮匠。 我呢, 就在这个药铺门口摆摊, 已经摆了七个年了, 我听说坏的东西了, 坏的展柜的了, 我来给您打声招呼。 虽然呢, 我在这个门口摆摊呢, 可是我不糟蹭, 我也不祸。 是吧, 每天我早来呢, 把这门口扫走, 给您打上水, 走的时候我也弄干净才走的, 他们都跟我叫陈师傅, 就是一个皮匠, 就在这摆摊, 给您打个招呼。 下行李星, 陈师傅, 嗨, 您不在这门口摆了七个年了吗? 接茶摆呀, 借我这说, 没关系啊, 咱们再有一个发风啊, 下雨啊, 是不是啊, 你屋里喝茶, 这都没关系。 我这后座院有个小少爷, 小少爷准睡, 回头在外边跟孩子玩的时候打起来, 您受累, 您还得劝评价呢, 那都没说的, 那都没说的, 行,那我外边忙了去了, 皮匠就出去了, 没有不开张的油盆店, 药铺也一样, 还得开张。 正说着呢, 进了一位门口, 买什么呀? 买银珠, 买银珠, 这要现在给你们, 就是姑娘们在乘用, 什么呢? 就是珍珠粉, 美容用的, 就是银珠, 就是那个珍珠磨成的粉, 就是白面的东西, 这个银珠的重要。 这是拿一毛钱, 咱们一手来买一毛钱银子, 满不懂肯定是不懂了, 就问这, 贾航家, 贾先生给人抓到吧, 人家来买银子。 贾航家不是人拉抽的, 拉一个没有, 再拉一个还是没有, 不是没有, 有的, 他不认定。 转过来跟满不总商量, 没有, 满不总说没有, 那他这货多少少啊, 你告诉人家没有就完了。 大哥, 你怎么了? 咱买的刚开张, 头一位来了, 咱就告诉人家没有了。 人处的一说, 他这买的开张什么都没有, 这忘了谁还来呀。 他就说, 那没有呢, 怎么办呢? 假的, 我有主意呀, 怎么着? 他柜上拿起两块钱来, 郭大费, 来来来, 拿这两块钱, 到首饰楼, 咋俩银珠来。 啊, 可钱买啊, 一嘴儿便收, 快去。 郭大费, 说到什么事情啊? 拿这两块钱, 跟着首饰楼子。 这玩, 砸银珠他得很长的时间。 人家抓药, 人家等着着急呀。 站柜的, 我说, 那银珠怎么还没来呀? 贾行员跟人解释呢。 先生, 稍等一会儿, 跪上了, 没有了。 你没瞧吗? 刚才我派小伙计, 上我们的货站呢, 取钱了。 我还没听说过, 这首饰楼是要负的货站, 那派人取钱了。 刚说完话, 登登登, 我都可以跑回来了, 叫一下, 给您, 哈拿给拿。 先生, 给您, 映珠。 这位呢, 接过来转身就要走, 随手还编了一下。 诶, 是啊, 走会沉的。 银珠这个白面子, 不会沉的。 纸包打黑桥梯去。 这么大点银珠子。 人家不敢拿走啊, 人家不知道是什么事啊人家。 啊, 掌柜来, 我要银珠。 假的说, 这就是银珠啊。 我们这买卖新开张, 货真价实。 不卖假货。 您要是不相信, 回家拿刀劈开看, 要是牵的是锡的, 我们管退。 百分之百是银珠啊, 家走吧。 一想, 一毛钱, 一两毛银子, 那走就走了。 拿人走呢, 满不懂他, 别的不懂他, 懂得赔钱呐。 看着这位拿那俩银珠子走了。 我说, 贾先生, 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 咱们还干得好吗? 大哥, 您怎么了? 瞧着赔钱来了, 是吧? 我不跟您说了吗? 买卖咱们是老旁边。 诶, 这叫拉主。 诶, 他头一回来, 他来买银珠了, 你看咱们, 赔钱了。 诶, 第二回他又来了。 他来买二十斤人身, 你看咱们赚的钱不赚的钱。 这人都要疯, 谁买二十斤人身干嘛呢? 是吧? 他买二十斤人身, 咱们赚的钱不赚的钱呢? 买卖这个东西, 先赔后赚。 买卖说, 哦, 你先赔后赚, 先赔后赚吗? 正说着呢, 又接着一粒买药, 买什么呀? 这粒药叫白鸡。 叫白的这个叫白鸡, 这正写叫白鸡, 草子头一个鸡子。 那接着拿一毛钱。 买卖的手里, 那个拿一毛钱, 白鸡。 买不懂还是不懂啊? 叫贾行, 你拿药吧, 白鸡呀。 那哈那拉丑子表扬, 拉了半天没有, 不是没有, 有的不认得呀。 转那会儿就马不懂上去。 干嘛, 没有啊? 王总没有, 告诉人家没有了, 那没有怎么办? 你怎么老爱得罪主播啊? 咱新开张出, 你都说咱这什么都没有, 那还带不卖呢? 那怎么办,怎么办? 咱有主意呀? 大贵上拿两个钱啊。 温等费, 小徒子就跑过来了。 拿这两个钱, 到后头菜市上, 买只白鸡的, 可钱买, 一子儿别剩, 快去。 温等费, 不到什么事了, 拿这奔菜市了。 一会儿工夫就买回来的, 买了一支三斤六两的大白鸡, 夹着就回去了。 好, 这行人接过来, 低头一瞧啊, 鸡脑袋上有两根黑鸣。 先生, 我后头给您配药了。 那人说我买一味药, 还配什么药啊? 这, 到后头院吧, 你看左右没人, 鸡脑袋上有两根黑鸣。 真狠, 给拔下来了, 转身出来了。 先生, 给您这儿白鸡。 那一瞧。 小三爷, 我要白鸡。 贾航家说这是白鸡啊? 您瞧啊, 一根黑鸣都没有啊, 是有刚才的拔下去了。 这, 三斤多呀。 您拿个家吃去吧。 那我一想, 一毛钱, 买三斤多一只鸡, 那吃进去什么病也好了。 那走就走吧。 抱着鸡走了, 你瞧不懂, 你瞧不懂, 他总得赔钱呐。 我说, 佳先生, 咱们得买杯照这么干, 咱们还干得好吗? 我不告诉你, 先赔后赚了嘛。 啊, 行行行行, 先赔后赚。 正说着呢, 又进了一位买药。 这位买什么药? 买腹子。 这位买药也有一名, 他叫香父子。 人拿两毛钱进来了, 人家给他捎了。 拿两毛钱, 父子。 不太多了。 不过是您出的钱 按照邮说呢 您出的钱 我这边就应该出个人日 是吧 也有人家奶奶出水 人家奶奶出水 我们家呀 倒是也有个色 但是他出差了 他在南京呢 现在 人家抓药人家眼前就等不用了 他赶不回来 是吧 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啊 先给紧着你们俩俩卖 紧着我们俩俩 卖 啊是 人家俩俩俩俩 你们到后头里面 稍微跟人家走吧 跟人家 卖点 你这后头你们俩人笑啊 往后头推 我去想这叫什么事情在这呢 到了后头院开个门一看呢 五岁的孩子在地上玩呢 老婆在炕着过活呢 然后容易看着儿子地上玩呢 现在很难过 眼泪流下来的 小子 小子不 我可有气的 谁小子干真事摆着呢 假事说是你 你这药材没给卖呢 走起来跟人家走吧 过来就领 那老婆能干吗 光着霸底打炕 他就梦下来了 你个缺点的老鬼 你干嘛呀 你干嘛给孩子给卖呢 我也不知道 他是药材呀 他能卖吗 他能卖吗 告诉你个不幸的事情 连我一块走 人家来买父子 假仙人把我们女儿俩全败了 这就得跟人家走 老婆这就飞出来了 咱跟假仙人上一上了 咱关门咱不干了还不行吗 叫假行就听见了 走 别闹 咱们这是把人家生了 已经生了人家钱了 你没闹吗 买父子啊 领走 那位赶领走吗 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 那位呀 那位站这儿愣着 呃 呃 长辈的 我买父子 是 这是亲父子 亲爷俩 我们这买卖新开张 货真加实 您要不相信 您出去打听去 您要打听说 这孩子是抱的 你给我们送回来 怎么样 这是 那位也不敢领走 这孩子往外帐领走 正说着话呢 又进了一位买药 买什么呀 买沙仁 沙仁逗扣 闻在嘴里啊 去返卫 可这位是个天津人 他管这个沙呢 这个沙呢 叫沙 接着就 掌柜的 老贾来 要目前撒仁 打着这么闹着呢 贾行去一听 您买什么 哦 沙仁啊 您来的真强 我们这儿现在啊 我 那人贵的 啊 再加上这个 那个满不董 我们就仨人了 哎 你现在来买四个人 我们这儿都没有 您来的真算巧啊 哎呀 咱们这买的站的也不不错 都买的 啊 行了 咱们都跟着走吧 谁跟着走啊 大人也哭 孩子也嚷 正闹着呢 门口啤酒听起来了 神师傅 蹬蹬蹬 就跑起来了 哎呦 这展柜怎么回事啊 这不新开张的吗 怎么哭什么呀 满不懂 您看那啤酒 陈师傅 哭得更凶 哎呦 陈师傅 您说我两千块钱 我对着买卖 我都多倒霉 这早起 那位先生来买银柱 一毛钱 买银柱 给我们这位贾先生 那么大俩银柱子 给人砸走了 告诉我先赔后转 那位先生来买白鸡 三斤多一只鸡 给拿走了 告诉我先赔后转 行 这赔俩钱没关系 他别把人 赔到里头去 告诉我 这位先生来买父子 他把我俩给卖了 这位先生来买仨人 连贾先生带我老婆 带小徒子 我从这都全给卖了 你说这个买卖 我们可怎么搞啊 刚说到这 皮静摸头就跑 咋就 哎 陈师傅 你跑什么呀 皮静说我还不跑啊 一会儿来个买陈皮的 你来我也给卖了 好 好 好 谢谢 白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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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车了 这样子我此时此刻住的还近 我们走着回家 没事 我刚租大幸福了 怕什么 走回家 大家喝口水又回来了 过去也出了 书板啊 挺好的 花点钱 搞个对象啊 你真的 搞得像花样做着很便宜 你上酒吧你试着 现在你跟三里头你试着 很贵啊 年前呢 年前 我跟谢老师 养完处出来 谢老师往那边走了 走到车站那 我正在方向等 他回那个门门来 我们在这个邪街出去那个地方 他等这个687啊 625啊 等等 我一般陪他那是站一会儿 然后呢 他上车了 我再往前走 这那车站呢 就是搞对象 就这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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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话说 啊 看着羡慕 我不是北京人 我家里东北人是一样 是吧 爱人常年在这儿 真是 那边 当时我实话实话 今天人也不是很多 在内部消化了 不要出去传言 那时候也没控制过自己 我打了一车 我就奔三里村了 三里村去说 酒吧嘛 是吧 酒吧嘛 进去酒吧 打开着你女的 穿着那样的衣 拿着高 对 很简单的 拿着高酒杯 做个喝什么 回一回来 都挺紧张的 是吧 我也在同学 你也会 一宿门想 酒杯很消息 我 一看头一回 二呗 这头一回啊 你问你 是不是花了个钱 这玩意儿干什么都行 啊 对 干什么都行 那个 你替我上活站 排队买个教育 你不是吗 我来说 我和你 我来到来 谢谢大家